叔叔 娘 这是做什么 这些都是娘早就给你准备好的 给你以后当嫁妆 现在你要采楼招亲了 娘就把这些都给你送来了 娘 即使招亲也是入赘相符 女儿要这些东西做什么 当年你大姐嫁给苏龙 你二姐嫁给魏虎 他们两个也是入赘相符 可他们的嫁妆 娘一样都没少给他们 这些都是娘精心为你准备的 你就收下吧 谢谢娘的好意 这样吧 你既然都收了一针子了 那你帮女儿继续保管着吧 你这傻孩子 从小就知道看书 学刺绣 对这些珠宝都不屑一顾啊 娘真不知道你以后嫁给什么样的人 想起这些我就替你担心 如今皇上下旨 抛绣球招亲 那就全凭天意了 你都不担心了 娘还担心什么呀 小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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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 晓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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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我 晓莲 夫人在这儿 你不能大呼小叫的 晓 晓 晓莲拜见夫人 晓莲啊 我都来了半天了 也不见你的人影 你别仗着宝川疼你 就不好好在家照顾宝川 我可生气了啊 夫人 我 我 娘 你不要怪晓莲 是我叫她帮我去买胭脂水粉的 买胭脂水粉 那胭脂水粉不都是送到家里来 让你挑吗 还到外头去买 买到没有啊 啊 啊 这样吧 前几天啊 你大姐给我挑了一些 回头我拿给你 看你喜不喜欢 娘 你先回房吧 待会女儿就会去找娘要的 好 小春啊 先把这些东西收好 是 娘先回去了啊 夫人 慢走 小姐 小姐 怎么样 找到了吗 小姐 我听说有人下令不让薛公子在长安城内找到差事 什么 谁下的命令 详细情况我也不知道啊 不过我碰到两个叫花子 是他们跟我说的 叫花子 薛公子好像在长安城内认识了两名叫花子 嗯 听他们说薛公子曾经上门找过几十户大户人家 要应征护院 结果 都没有人敢用它 我听说 是因为有官府的人介入 他们就警告那些大户人家 他们说 只要有个姓薛的上门 就不准用 谁这么大胆 这么可恶 不知道 哦 还有啊 小姐 我还听说 你那只金钗 金钗 它卖了 不是啊 是薛公子他 他投诉客栈 结果听说 他好像遭人行刺 整个客栈啊 打得一团乱 那个 掌柜的就要他赔 你把我这里打得乱七八糟 门车都打坏了 这个损失怎么算 这样吧 包袱里面有钱 回来再给你算 你 你 薛公子没钱 掌柜的就把那只金钗给扣下来做抵押了 那现在薛公子会在哪里 小姐 你先别担心 我把那两个叫花子给找来了 他们现在就在门外等着 你自己直接问他们不就得了 大师不好了 娘 娘 大师不好了 娘 大师不好了 盈川 又怎么了 大喊大叫的 真是凶死人了 这辈子我还没丢这么大的脸过 又出了什么事啊 让你丢了那么大的脸 就是这个 金钗 这是宝川的金钗啊 啊 我是看宝川带过 难怪这么眼熟啊 看着眼熟 这丢人的事我还没说呢 盈川 你倒说说看 这是怎么回事 是啊 二妹 这宝川的金钗怎么会到你那儿啊 娘 这 他来了 你们自己问他吧 大姐 二姐 什么事 宝川 这个金钗怎么会在你二姐手上啊 怎么 说不出话了吧 娘 你生的好女儿 亏皇上还下旨 让他采楼昭青呢 这事情要是传出去了 咱们相府的颜面可就扫地了 哎呀 哎呀 林川 哎呀 林川 哎呀 林川 他哪有这么过分哪 老川 你快说说 这金钗怎么回事啊 是我送人呢 送人 你送给谁了 薛公子 薛平贵 哎哟 娘 你看看我这三妹 你看看我这三妹 我可是好心好意的 想说卫虎的弟弟卫豹 人品还不错 想要给宝川牵这条红线 谁知道我这三妹 嫌人家不是王孙公子 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结果呢 现在就私底下偷偷地把自己的金钗 随随便便就给外面的男人 林川 自家姐妹 说话何必这么刻薄 是我刻薄 还是她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好了 别说了 宝川 你跟娘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娘 女儿上次被山贼劫走 是薄公子 他救的我 你还记得吗 记得 救命 小姐 救命啊 大乃银贼 你居然可抢我家三四倍 你真是招死 这个 是我的随身之物 你到相府 把金钗交给他们 他们自然会带你见我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我也明白了 我看不是吧 二姐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